朝九晚十坐到人都散 吞聲引氣為了糧餐 找個雞碎那麼多 還說要監 監 要監 我老闆是個女人 咬人不是人敢扮 打公仔講起都傷心 唯有人 我忍 我沒有人 記住吃我會做 凡事都懂得看下 臉色有錢好 熬到老闆看起我開始 吃什麼等於我們更 越攀越高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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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做夢嗎 媽,是歡迎我們的手信 當然是雷魚 放風說我們去日本 有… 來了 大人一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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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做事 做事… 很容易的 謝謝 月太君姐和音樂 就以後都忘了 你也有 謝謝 這些好吃的 你戴錶也戴了舞女的錶 是呀 臭鞋 你拉出來就像一樣 知道了 開月的說話我不會說了 你們兩個一點都不像母女 好 不知道是不是你最近多泡溫泉 這麼多泡溫泉 像兩姐妹,你還是妹 對 好嘴,給兩個媽媽 謝謝 那我呢 有 這一瓶就是北海道的空氣 聞一聞,零四精神 傻一傻,輸筋會流 你慢慢傻 這麼搞笑? 慢慢用吧 慢慢用吧 明天我們去看風營 好,我們覺得很可愛 爸 走吧 蘇莎不在 三晚你也這麼早上班 別告訴我,鵬少爺也是這樣 鵬少爺更勤奮 是嗎? 今天早上就在商場上 跟客人商討逐租的事 說勤奮怎麼能及到我呢 我訓禮頸上班 還給了別人請假 那訓禮頸怎麼算是病 下次是你呢 得罪了Wu Sir 那你怎麼搞的 我今天早上這麼早回來 是要處理一宗商場職員 嚴重違規事件? 聰敏 叫了那個部門陳永仁出來嗎? 謝謝… 還有人嗎? 你跟我進來 嚇到你,你信我 我昨天都是忘記心床睡 發生了什麼事? 昨晚凌晨十二點二十六分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我陪同事 哪個同事? 千萬報風姐,她昨晚是最後一天 陪同事為何會變成在商場上睡覺 我不是有心睡覺 不過是太貴,所以黑了 根據現場目擊者所說 你當其實躺在一個睡袋裡 還要躺到拉鍊那一隻 假如你不是有心回公司屈蛇的話 你怎麼會把一個睡袋帶回公司 是這樣的,因為現在我搬家屋 那個睡袋是我們的家動 所以我帶在身上 至於拉鍊,我想應該是我黑了之後 覺得有點動 在迷迷糊糊之下把它拉起來的 這麼難聽的聲音是什麼? 是你的鼻寒聲 一個正常人,假如只是黑一黑的話 是不會發出這麼高分配的鼻寒聲 很害怕的 迷糊終於解開了 小姐姐,吵吵你聽我說 還要… 我的頸 孫,你先坐下 我不是條腋有事,我是頸有事 你回來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想幹什麼?華保院來了,警局 什麼事?什麼事? 什麼事? 沒什麼事了 有兩套散手 他幫你拉回頸子,是嗎? 嚇壞我,我還以為人仔生氣阿森 所以就… 客經理,我昨晚真的不是有身分 好…沒事… 最重要是有空上來幫我理一下頸子 回去 謝謝客經理 謝謝宋小姐 謝謝Queen姐 你偷自我?為什麼? 先生 先生 Sir 請問一下,請你 在這裡幹什麼? Sir,我不過太貴了 睡著了,我不是壞人 午夜回家睡吧,不要睡街上了 我沒有家 那你的朋友呢? 我也沒有朋友 Sir,Madam,什麼事?她是我們的同事 這裡有很多遊客 叫你同事不在街上睡 好,對不起 你還睡在這裡? 一會兒Sir回頭看你睡在這裡 一定會告你的遊蕩 會的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讓我走? 我主婦說要收回我的房間 我沒辦法先在這裡睡在這裡 睡在這裡睡在這裡 現在睡街又說有罪 難道真的要我睡著了嗎? 你不租酒店 酒店這麼貴?怎麼可能呢? 我本來也想換冰棍 但是全部都被自助性給你補充 那也沒理由睡街上 你可以租住一些時鐘酒店先住 這樣,你有什麼搞不好的 打給我吧 你們兩位真是好人 真的嗎? 真的嗎? 回完一天辛苦的工作 可以回到一個這麼溫馨的家 這個感覺實在太好了 當然 不過不知道現在人仔如何 不知道是不是在街上睡了 現在是一段新聞簡報 今晚警方在佐德一間公寓單位 破獲了一個賣淫集團 集團以未成年少女作為招來 媽,你看 你看,那個行李箱很熟悉 那個行李箱的人那件衣服也很熟悉 多點… 人仔? 警署? 真的謝謝你們 可惜你們替我替警察解釋 他們自控防我 畢竟都是君姐 弄成你這樣,他們有責任 你去睡吧 在香港這麼多時鐘酒店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忽然選總家人來查牌 我睡在這裡就行了 那我進去拿一張被子給你 不行,怎麼可以叫人睡門 高男寡女 一個、兩個 兩個女子不算是寡女吧 你,儘管儘管做我們廳長 來吧 真的嗎? 對,謝謝 好… 人來了… 準備 這裡…太漂亮了 這是假的味道 好了,行了…很晚了 快點洗澡,睡覺吧 睡這裡吧,今晚 好… 對了,我剛才在電視機裡 看見你起勢的樣子 為什麼? 其實小豆丁是我的語名 這幾個字是媽媽親手熟的 我自小是一個孤兒 這是她為了留給我的東西 剛剛我在電視機前面 一直放這條手錦 希望讓她看到 你這麼有毅力 遲早找到媽媽的 我和音樂都最近才在一起 我們行,你也行 計算努力 謝謝 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可不可以跟我交朋友 當然行了 這些朋友的事多一點來摸手 太好了 以後你們就是我香港會議 和會議的朋友 你在香港也很多年了 當然了,你完全沒有朋友嗎? 對 如果我真的有朋友 我身上就不會只有 Mail Jindy的這張卡片 剛剛在七郎 我也不想麻煩你們 不想,你們看… 我的電話 真的沒有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 你也算是有阿K的電話 我也不知道她能否當我是朋友 電話號碼 她說是她上次送SMS給我 我自己保持著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我這麼難認識到朋友 我自問我對朋友真的很尷尬 但那些人吃了我多久之後 都會縮完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因為你廣東話 不閒不淡 大家很難溝通 我現在把我的電話號碼放進去 以後你、我、K三個就是好朋友 謝謝 我的電話 從來都沒有吃過這麼多電話號碼 早安… 早安 今天早餐這麼豐富? 不…是午餐 我為你準備這個就是午餐飯盒 我從小到大都沒試過吃 媽媽真壽煮的外心飯盒 不過先知聲明 我的廚藝是一般的 沒有投訴的,沒有嫌棄 我可以吃的已經心滿意足了 怎麼會嫌棄呢? 加多兩條腸仔也好,我來吃吧 好啊 早安… 怎麼樣?昨天睡得好嗎? 太好了 我要多謝兩位蘇柳 我今天下午請你們吃飯好不好 對不起,你遲了 我今天下午要跟媽媽撐桌子 吃愛心飯盒 對 愛心飯盒,好溫馨,我好羨慕 我可不可以也要有一個 沒問題 多做飯盒而已,舉手之勞 對嗎?媽媽 對…你別嫌棄送 妹妹,謝謝坤姐… 你嚇什麼氣,我來幫忙 人仔 我已經幫你聯絡了地產經紀 你找我有什麼要求直接跟他說 張仔很好服務的 謝謝,坤姐 好 熱辣辣,香噴噴 幹嘛三個飯盒? 是呀,人仔說一起上來吃 我熱鬧點 娟姐,音樂 請不到你們吃飯 請你們喝東西和蝕塵 蝕塵?吃橙吧? 是呀…蝕塵 你好 好 好,大家請便吃吧 好,吃飯 好香,媽媽的愛生分學 真的有媽媽的感覺 我真的太幸福了 美鳳姐,你要多吃點肉 你太傻了 好 坤姐,你也要多吃點菜 幫助消化,皮膚好 你夾了菜給我們 那你吃什麼吃白飯? 如果可以和你們天天一起吃飯 就算吃白飯也可以 對了,我看到你母女倆和好 我就開心了 其實母女不應該會做喊交破壞感情 你怎麼知道我們母女倆的事? 整個松蟲都知道 不過我還不知道你們會有什麼喊交 好像和一副想要關,那張想… 事情已經過去了,別再看了,好嗎? 是呀,肯吃飯了,這麼多話說 那你為什麼好賓? 別管別人的事,說回你自己 找房子找得怎麼樣? 我差點忘了,我去打給曾仔 是呀,他說你會把資料送來給我 那就好 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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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不妨礙你吃飯? 不要緊,怎麼樣?幫陳先生找到房子了嗎 找到了 陳先生,我找到兩間完全符合你要求 一個在樓浮山,另一個是黎芝鍋 這名字很搞笑,黎芝鍋是否真的 在黎芝國旁呢? 你差很遠 黎芝鍋在山頭角裡 如果鹿鹿去,要用錦距紙 真的很遠,這些租很便宜嗎? 不便宜,一點也不便宜 算了,香港和台灣不同 找到房子又大,環境又好,很難 將就 其實我對房間大小和居住環境 沒什麼要求 那為什麼要找到這麼有趣的地方? 娟姐,我也不想 你知不知道香港地 又可以三代同堂 又肯租房間出來? 只有這兩間而已,所以完結沒辦法 為什麼要找三代同堂? 多些人一起住,開心一點 黎芝鍋,你的照片給你看看 看看 全部都是全家福,那間屋呢? 屋不用看了 我只知道屋住一家人是怎麼用的 一家人是什麼? 跟你中屋什麼事? 因為將來大家一起住 天天對著你 當然要知道他們的用是怎樣 才知道是怎樣的 你好,娟姐 再見 再見 走了嗎? 五點還沒足夠,雞腳都走了 C加CD,清場大減價 全場一折 趕著去掃貨吧 購物果然是女人的至意外 沒辦法 不如我們一起去購物吧 也好 購物完後我們還可以吃一頓好 吃日本食物? 好,我先拿個袋子 娟姐,娟姐 你又上來幹什麼? 你們是蘇公嗎? 是呀 那好吧,我們再去一趟吃吧 我可以吃幾乎 鎖錢 你不要吃氣 在底子 躪吃 你夠了 吃 吃 大家男生, 男生, 男生 大家男生和男生很容易溝通 以後多點聯絡他們 好, 我們以後就是好朋友 對了, 老闆我已經下班了 這些單身人士專利的地方 我們是否有加息可以早點撤退 撤什麼?我要跟女兒去購物 你在這裡招呼人仔, 我們走吧 大家不考慮, 一起找 當然, 有人叫人家來多認識朋友 怎麼可以多認識別人就走 那我先喝一杯飲料吧 在這裡多認識朋友, 是嗎? 雷魚, 示範一下 給我三十秒 怎麼這麼快也有? 我會… 多容易 是呀, 讓我試試 這些東西不適合女兒玩的嗎? 不知道, 沒所謂 一次生, 兩次熟 不過媽媽, 話說回來 你真的應該多認識朋友了 人生不只要上班… 老闆你這句好像很有見地 對了, 其實爸爸也死了這麼久 你也應該放開懷抱 不要經常想想不開心的事 是呀, 找到盤子 現在你說了去哪裡? 為何突然說到Frankie呢? 誰是Frankie? 我沒說過了 不行, 這裡的音樂很吵 我沒心意聽話, 你們玩吧 娟姐, 我送你出去穩定一點 這裡這麼差 娟姐… 不用叫了, 沒用了 音樂, 他們去哪裡? 我還想介紹個新朋友給大家認識一下 不知道, 剛才君姐聽到Frankie的臉 好像很生氣, 走了 來, 坐吧 再見… 再見 我飛機打給你, 小心點 怎麼了? 別殺人了, 把電話都拿吧 神經病, 明天晚上吃飯 我們現在去哪裡? 正常再喝一杯吧 當然了 但是你不用回家給娟姐, 你不怕她生氣 她倆經常都是這樣, 生氣什麼? 娟姐最多去了我家吃飯, 沒事的 但是…娟姐生氣什麼? 還有, Frankie是誰? Frankie就是音樂的爸爸 也是我的前姑娘 也是娟姐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前方 我知道了, 我也看過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就是你爸爸, 挺英俊的 媽媽, 英俊又有用嗎? 在我媽媽的心目中 Frankie只是一個不可以原諒的壞人 你也不要怪娟姐 我沒有怪她, 我怕她不開心 其實用一輩子的精力 去生氣一個人很辛苦 還害得我們全部人不敢提Frankie這個名字 最初我媽媽跟我爸爸結婚 是喜歡她, 令她笑, 令她開心 誰知最後就令她那麼生氣 還要令自己這麼不開心, 痛苦, 何必呢? 但是你們是一家人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坦誠相對 你應該跟君姐說 叫她放下心情 不要影響一家人的感情 是不是這樣說呢? 因為難得大家聚在一起, 還不是呢? 誰不知道? 君姐這樣聽我們的勸才行 有些事情她不想提, 我也要勉強她 但是… 夠了, 我肚子很餓 我爺爺, 你想吃什麼?我請你 真的吃什麼都吃? 是呀 那我要試自家菜 自家菜? 吃吧… 你好, 你怎麼吃個吃? 想管理我了嗎? 媽媽沒時間, 你們先坐下 我進去裝飯 你好, 媽媽 回來了? 你又來了? 是呀, 不好意思, 君姐 我來吃一餐, 順便帶來菜給你們 九封舅母, 她是我和雷宇的新朋友 她說喜歡吃住家飯 所以我打算帶她上來 嘗試舅母來的手勢 好, 一起坐吧 好, 坐吧… 上來吃飯就好了 用不著買東西這麼客氣? 應該是第一次進去櫃房 應該的 很少有的 是呀 那些年輕人怎麼都這麼會做 是呀 怎麼稱呼你呢, 英俊 她叫… Frankie 你又叫Frankie? 是呀, 我何種人叫我Frankie這個名字 客人覺得很親切, 好像一家人 一家人? 如果沒有盡量學會殘忍 針對敵人 如果沒有盡量習慣難哼 跟你變難合襯 要記住兩個人 哪有勝負要分 事實大地沒有原因 不會越來越近 我倆是對愛人 譴愛發動自動